各位早安 欢迎收获今早早的天气报告 我是梁莉莉 先看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一度广阔的云带 是覆盖着沿岸地区 所以今天天色都是多云为主 而望远一点 可以看到海南岛附近的热带气旋三巴 预计三巴会缓慢地移动 并且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 至于气温方面 在今早早7点 各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24-25度左右 大家要留意 我们预计一度冷风会在今天的稍后 会横过华南沿岸地区 所以到时我们今晚的天气就会稍凉 而去到在周末的期间 到时广东沿岸的风势都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今天的详细天气预测会是这样 就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 最高气温会上到大概27度左右 风方面就会吹和缓至清静的偏东风 稍后会转转吹北至东北风 晚上天气会稍凉 气温会降到最低的22度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今晚会有外出的话 就记住带多一件外套 至于展望方面 我们就预计在周末的期间 风势较大 早晚会稍凉 最低气温会降到大概21度左右 而星期日和重阳节到时 受到高空化气船的影响 所以天气会逐渐好转 而且日间会干燥 今天天气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